明天是慈悲方言不求 众生无边是缘土 烦恼无尽是缘断 法门无量是缘血 佛道无上是缘程 愿消散张煮烦恼 愿的智慧真明了 不愿醉长喜消除 世事长心菩萨达 世事长心菩萨达 不愿醉长喜消除 世事长心菩萨达 叶神菩萨达 世事长 所以来各位先翻一下 念这个昼去诗实 有什么样的利益 请翻到十 十四页 十五页 这里面最主要是这个咒 叫辨识咒 辨识咒 十五页下面 各位念一下 来 那念这个咒 所有的米 食物 面包 它就会一直七 乘以七 七再乘以七 然后它就会变满一元浮体 什么叫元浮体 就是说各位你从这个 看到世界的那一端 这叫一元浮体 就会充满甘露 所以各位任何食物都可以 如果你这样做 念三遍 那么 我点一只香 那这只香就不能插在佛前 香是插在外面 它在外面给众生的 或是现在他们做了很多烟贡香 甘露香 各位你也可以自己做 就是反正加食物 或者加椰子粉 或者加奶粉 一点起来会香的就好了 因为鬼道不是吃东西 它是吸那个味道 特别在西方国家 你做这个功德 因为西方人 他不会希望来拜你佛教 但是这个香味 他马上就会来吸 他就会肚子饱 那个水他就可以喝 然后那个时候 你最好观想 你变成圣母玛利亚 你要观想 佛教说念一下 来 南无虚空障菩萨 这个鬼神也好 树神也好 你念虚空障菩萨 就会显现他心里 所崇拜的对象 去度他 去度他 事实上每一个神 有些都是佛菩萨的化身 随当地人的文化 变成那个样子 所以去引导他离苦 这个意思 好 所以念这个咒字比较小 十六页翻过来 字比较小 受者的利益 就是说 接受我们不失的 有什么利益呢 第一 能具足饮食 接得饱满 他一百七十万年 没得吃没得喝 就在当下 具足饮食 接得饱满 而且 不会分 你不会说 那我这碗饭够吗 因为你念的这个辩食咒 他就变成 在佛经说 整个世界的食物 继续在一起 然后每一个众生 都得到一份 而不是说一份分两份 就具足饮食 第二个最重要 饿鬼生天 他马上吃了 所以这个咒 可以让恶鬼升天 当然 鬼永远度不来 你不知道升天 升天的来得更多 因为他希望升天 那有些人说 那我就不做了 免得鬼来了 你放心 因为你念这个咒 不会被鬼欺负 恶鬼 第三 婆罗门仙 诸根巨主 圆满吉祥 山上的神仙 修行人 因为你只要念这个咒 所以为什么出家人 晚上不吃饭 有时候你精进修行的时候 不会饿 因为你在不吃食物 所以出家人每天早中晚都要做 那就算没时间晚上也要做 那这些修行人呢 肚子 不会饿 诸根巨主 圆满吉祥 所以做这个对修行人有帮助 二 失 失者的 所以说我们不失的人 有什么利益 失者的利益有十 今天有矿泉水吗 有 有 等一下也要各位拿一瓶矿泉水回去 走到哪里 滴到哪里 好不好 最好你 你也去商店买一包米 麻烦你慈悲 这包米今天把它到处撒完 哇 这个是黄金海岸 对你来讲是 对那些恶鬼道是黄金 为什么 你把他们给超度了 这边就没车祸 没穿烂病 对吗 那些堕胎胎儿如果得到超度了 那些动物被到超度了 这个是对整个世界最好的方法 就会吉祥 不然这些鬼神会策动在人身上 就像你的堕胎胎儿 不超度 这个胎儿如果刚好跟你结恶缘 他会附在你儿子身上来伤害 来伤害你 所以他就是被策动了 这个人本来很好 他做了董事长 因为变一个人 鬼神就找他了 如果他没有很慈戒 哪个行为不好 鬼神就会策动他 所以我们去净化他们 超度他们 然后这个整个地方都会有好处 所以布施的人得到十种利益 一具足无量功德 最大的功德叫无量功德 原来这个慈悲是最大的福田 供养佛 供养法叫八大福田 供养生 供养阿瑟里 供养父母 最后一个福田叫慈悲的福田 叫第一福田 帮助这些最可怜的 所以我想各位 你觉得那些鸟可怜 你觉得那些鱼可怜 你就去布施 特别经过餐厅 一定要拿一些水 灑一灑 或是餐厅你要吃饭 拿一些饭 布施一下 超度餐薪这些鬼魂 动物 所以具足无量功德 第二寿命延长 你会长寿 不容易生病 第三成就供养无量如来 去极乐世界 就是为了去供养无量的如来 结果你在这个世间去施食 你等供养 是会有佛的功德 第四颜色鲜洁 你不用化妆了 自然漂亮 因为这些恶鬼道 被你布施以后 他的脸就恢复了 不然他们每个都烧得像火炭一样 然后呢 他们恶鬼道女人 没有衣服穿了 没有这个好事 他们唯一能够穿的就是 就是头发 永远不剪的头发 包着自己的身体 他们也没办法剪指甲 他们的指甲就会穿过 他们的皮肤 他们知道哪里有东西吃 爬过去的时候 整个手脚都在冒火 你要观想 他们像蜘蛛一样 肚子大大的 恶鬼道唯一的就是肚子大大的 永远吃不饱 但是手脚像蜘蛛一样 所以老人就叫我们晚上不要剪指甲 你剪着全部鬼都跑掉了 他会怕 因为他认为一定有什么大鬼 为什么他们来 这么大声 因为他们出的声音都是指甲的声音 而且鬼怕鬼 所以原色先 第五强计 我们今天是所以能够听到这么多经典 就是佛陀的弟子 阿难多文 叫记忆第一 而留下来了 那因为这个失事法门就是观音菩萨透过阿难 来提醒这个法门的 因为阿难有一天打坐三天 打坐的时候 鬼来找他 他吓坏了 鬼跟阿难说 阿难是佛陀的使者 你剩下三天可以活 死后跟我们一样做鬼 全身冒火 阿难吓坏了 那怎么办 然后就跑来问佛陀 佛陀说 那个不是鬼 因为那个鬼说 如果你能够为我们供养所有的佛 不是所有的恶鬼道 你三天不死 还可以长寿 阿难就跑回来问佛陀 佛陀说 是 但那个不是鬼 事实上我告诉各位 修行人 有时候很多菩萨会化成鬼 来看你修行慈不慈悲 这个叫考试一样 让你累积资粮 那个不是真正的鬼 所以这个鬼就 这个观音菩萨化成面燃鬼 来告诉阿难这个长寿的方法 不然阿难三天就要死 我们现在就看不到经典 所以他回来问佛陀说 哪有鬼告诉你什么方法 鬼哪里知道 是观音菩萨化成鬼 告诉你这个方法 去布施给供养 替所有鬼供养佛 替所有鬼布施给他们 那阿难就问佛陀 我出家人 我哪有这么多食物东西 去为所有鬼做供养 佛陀说很简单 观音菩萨说念这个咒 这个叫增广加持 辨识咒可以化成无量无别 替他们上供 也替他们下施 所以阿难变成强记 所以各位你记忆力不好了 或是你儿子希望记忆力好 你叫他每天去布施几颗米啊水啊 他可以强记 第六你不用怕鬼 夜叉 罗叉 鬼等皆味 因为你布施 喜欢念辨识都布施 你身体有七道光一样 像上帝 威德 所以他们看到你眼睛都睁不开 因为你自然有那个威德力 所以不用怕 第七 心得清净 没有烦恼 因为你解除了这么多恶鬼道的烦恼 反作用力 你没有烦恼 第八 正犯天威德 我刚刚讲了 犯天就是上帝 你有他的威德力 第九 遗珠怨敌常得胜 没有人可以欺负你 没有人可以欺负你 佛经有说 如果真的有人故意要栽赃你 告你 伤害你 你不要怕他 你每天早上起来施死 佛经说 一点点稀饭加一点牛奶 念念辨识咒 布施给恶鬼道 布施完以后再说 哎呀 这些鬼神啊 那个四海韬 要害我 请你帮忙 然后他就让你 让对方没有利害你 所以各位 千万你要用到好地方 你不能用到坏地方 我老公有小三 我就给他做一做 那不行的 那个不行的 那讲的是真正要找你 这个小三 你没有查到因果 你不知道那个是什么 所以 第十 三宝意念 诸天勇护 你看 所有的佛法身三宝 都 意念你 因为你在替佛慈悲 知道解吗 替佛慈悲 而且护法善神保护你 后面还写了 二十六条功德 诗实甘露了 二十六条功德 发财啊 怎么样 所以可见经常 经常诗实变念寿 变诗变识咒 对受者跟诗者 都能够得到利益 所以各位把它背下来 好不好 每天就一点点米 或者加水 再来干露水真言 就是说光水也可以 给我念一次 其实你念个几天就背下来了 就是点水 那一般点水会点七滴 如果说你要喝水的时候 这一杯水先供养 你要喝一杯茶喝个饮料 你就先供养 我为六道众生 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生 然后你就念这个重 或是滴几天出去 布施 你才喝 这个就是个意思 因为为所有鬼先供养 再布施给他们 你连喝一杯水 都有无量功德 特别是饮料 特别是牛奶 事实上吃素的人 还是少喝牛奶 对母牛不公平 对小牛不公平 但是 很多孤魂野鬼喜欢牛奶 如果你的儿子晚上经常哭 最好的方法 用你的母奶 第三滴 或是买一点牛奶 布施出去就好了 然后这些小孩子 就不会来干扰你儿子睡觉 他就不会哭到天亮 发烧到天亮 白天好好 晚上发烧 白天好好 晚上哭 都是因为 这个小孩一生下来 他的冤亲在主就跟来了 把他来投胎了 所以佛经教我们要这么做 所以各位以后很简单 你爸爸生病 试试看 马上拿一杯水 加一点